香港多个政府机构包括了资讯科技、警署和司法部门的一千多名公务员 在报章后网站上声援占领中环的运动 反占中的组织计划后天发起签名活动 要占中组织环路于民 由于两派人马继续在旺角爆发混战 汇丰银行宣布暂停旺角分行和自动提款机的服务 尽管旺角街头依然有不少示威者团聚 但警方开路行动没有停歇 清晨出动吊停车将垃圾和障碍物移走 反占中组织道场打气 呼吁群众协助警方将炸篮拆除 大约50辆德士也开到旺角 要求占中人士让出道路 为防爆发冲突 警方组成人墙将他们隔开 旺角昨晚也爆发连场混战 并一直持续到凌晨 姿势者抛制易燃液体或挥舞木棍 至少8人被捕 有人煽动市民围堵香港国际机场 警方严厉警告任何人在机场范围内制造混乱 将面对法律制裁并且增派锦力到机场建备 是抑制写权人员的 请加七代设计划